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讲动词子韦勒的用法 安依吃了两个苹果 大卫喝了三瓶啤酒 马丁买了几本书 大卫换了不少钱 安依买了很多东西 现在请大家看这些句子 安依吃了两个苹果 大卫喝了三瓶啤酒 马丁买了几本书 试了 喝了 买了 喝在动词后表示什么 动词后的喝表示动作的完成 再来看 苹果 苹果 啤酒 书 是冰语 冰语前有什么 两个 三瓶 几本 对 是数量词 冰语前应该有数量词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些句子 大卫 大卫换了不少钱 大卫换了不少钱 安依买了很多东西 换了 买了 动词后的乐表示动作的完成 冰语前东西 前面有什么 不少很多 是定语 冰语前有定语 动词词尾了 表示动作的完成 如果后边有冰语 冰语前应该有数量词 或者定语 如果我们想知道 这些事情做了没有 应该怎么问 安依吃了苹果没有 大卫喝了啤酒没有 马丁买了书没有 大卫换了钱没有 安依买了东西没有 疑问形式 应该注意什么 在句子后边 加没有和问号 冰语前边的数量词 两个 三平 几本 或者冰语前边的定语 不少 很多 应该去掉 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做 应该怎么说 安依没有吃苹果 大卫没有喝啤酒 马丁没有买书 大卫没有换钱 安依没有买东西 否定形式 应该注意什么 动词后的 勒 应该去掉 冰语前边的数量词 两个 三平 基本 或者 冰语前边的定语 不少 很多 也要去掉 好 现在 请大家一起看动画视频 我们来做练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嘿 今天班团有几个人 一共有十个人 你买了什么饮料 我买了啤酒 可乐和果汁 你买了几瓶啤酒 我买了十瓶啤酒 一人一瓶多吗 女同学不喝啤酒 她们喝可乐和果汁 那你请几个男同学 我请了五个男同学 五个女同学 男同学一人领瓶啤酒 够吗 差不多够 那我们几点开始 我们八点开始 你快点来帮我准备准备吧 没有问题 拜拜 动词慈悦乐的用法 就讲到这里 谢谢